现在就下载98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这个礼拜我想这个市场风云变色 震荡的非常的大 那在这个大家收听在直播的当下 这个台股美股是昨晚 这个波动非常的大 科技股接连的跳水 那包含费城半导体 还有Amedia全村的希望 甚至Apple等等都重见落马 那我想其实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 很多人纷纷的在问 那其实美国看起来 基本上不是要降息了吗 我提醒大家 10年期的公债殖利率 已经跌破了4% 那这是一个重大的关卡 那很多人都说这个跌破之后呢 理应是迎来这个所谓的更另一波的宽松 可是秦哥一直以来 在很多媒体里面都跟大家讲 市场包含联准会 他的做法可能都不是这样想的 因为对于联准会来说 他的降息就是他救市场的武器 如果市场没有问题 他干嘛降息 不是因为降息宽松 然后让大家来炒股 这个是绝对错的 所以我在想 其实昨天 整个包含这个礼拜 这个先跌反弹 然后再做破底的动作 都告诉大家一件事情 现在的市场面临的 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转折点 我先说我先说在前面 其实大家在做股债会交易的同时呢 你的眼光一定要把它放远一点点 很多人都觉得这个台积电怎么样 然后包含你说联发科怎么样 甚至辉达怎么样 我认为呢大家更要关注的是 全球现在资金的流向跟股债的变化 我一直都讲 你要把这个杠杆跟所谓的翘翘板搞清楚 你才能够了解市场到底怎么走 那我觉得其实有非常多的因素 包含美国经济不好 但是我觉得更更更让我觉得 非常有影响的就是市场套利资金的流动 已经可能慢慢从美国 那从这个所谓的日本 来做一个交叉的部分 那近期呢日元也大升 那包含呢日央BOJ也罕见的提出了升息的动作 而且这升息看起来是势在必行 而且是怎么样 停不下来 所以邢哥现在告诉大家 今天我们要聊聊叫做日本 大家可能会说 我们之前已经都聊过日本 今天不一样 今天我们邀请到专家来这边 跟大家一起聊聊 包含对日本的看法 对日本汇率利率 还有日本政策走向的一个部分 会对全球的波动造成什么样的推波助澜 我认为了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收听我们这一集 因为呢今天呢这样的一个转折的关键 看起来是一个trigger 就是一个板机 这个板机扣下去了 可能不太会有reverse的一个部分 好 那我讲了这么多 赶快来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 欢迎这个观音分析师 金牌猎人 朱君泽 朱兄好 嗨 常兴老师好 常哥好 来大家好 我是金牌猎人朱君的很开心呢 来到世界一把抓来跟大家呢 来聊一聊 在最近的全球总经的一些想法跟感想 对因为我跟这个朱兄也是认识多年了 对没错 从这个上海了 然后现在转战到日本去了 是是是是 有一次在全世界游走 那基本上我认为呢 整个现在的市场 其实变化非常的大 那现在的一个重点 我们刚才也提到 我们第一个先跟大家聊聊 我们先聊这种所谓的央行 这些基本面的改变 那第二个阶段再来聊聊 交易面大家应该注意到什么 首先您观察到这几天 日本央行的状况 为什么日央这时候要升息 那升息不是对日本不利吗 我这第一题就要问你 是是是 其实哦 升息对于日本来讲呢 它是非必要的 应该是说是必要的一件策略跟政策 为什么呢 因为日币贬得太凶了 对 OK 那日本央行他们非常在意的 就是在这一次的通膨 他们好不容易被拉起来 对开始拉了嘛 对对对 我们这个失落的30年 终于有这个反转的迹象了 但是日币的最近呢 贬得非常凶 我们知道呢 在呃这个7月11号之前呢 日币最高呢 最最最低 我们应该知道扁 扁到呢 就是一美元可以到这个161.9 对161.9 就是一块的美金换161.9 对没有 那我换成大家听得懂 就是说当时如果你去日本 那时候我也有去日本 就是大概0.20 20多啦 对对对 2020左右 对对对 那我那时候六月底 去日本这个呃演讲嘛 那刚好那时候就是 几乎是最低点的时候 对所以呢呃对于日本当地的国民来讲 日本人来讲 他们在呃赚日币的人 他们在日本消费 他们就感受到物价非常非常的 日元很薄 对很薄 花不起 对花不起 都是我们外国人在花 对对对没有错 所以我们去的时候几乎都是外国人在那边shopping嘛 对但是甚至连他们日本人呢在这些像呃五一长假 他们也没有出国了对为什么因为日幣变宝了嘛对那这个部分呢对于呃日本要 他其实在施政来讲 他是一个非常大的压力 所以呢 其实在这次的升息的 这个动作 其实大概也是板上钉钉 大概就基本上就是要升了 只是说 他升了幅度 去年底就开始在讲了 然后去年书都一直讲嘛 他去年底 他就是先讲说 他先释放出一个讯息说 我们先结束负利率 因为他们本来是先结束负利率 他在3月19号之后 先结束了负利率 对对对对 把他先从负的 变成是正0.1 变成是正0.1 要0.1期基本上也等于没有 但是呢 就是接下来的一个动作 那我要把正式让整日元 能够有机会变成是正的利率 那这个正的利率其实呢 大家一直在讨论 本来是讲说 以日本央行的他的习惯来讲 他们就是在7月跟10月 这两个呢 季度的调整对他们来讲呢 比较重要了 对对对 他们好像就是大政策 宣示的味道 对对对对对 啊像美联储的话就三六九十二嘛 对不对 那他们是7月跟10月 所以每个央行他的这个 这个习惯不太一样 那通常那时候专家 就是日本的这些经济学家呢 他们就说 最快最快可能是7月 对 那正常来讲 应该差不多是10月 所以他们说积极一点就是7月 不是7就是10啦 对对对对 那为什么这次是7就直接就先升了 对就是因为日币一路扁对不对一路扁 逼着日本央行就是你要表态所以他这个过程里面呢 其实呢 像4月29号啦5月2号其实都有出现了什么 雷神锤我我称之叫雷神锤啦 日本央行的行长就是就是出来要开个讲话的时候对不对都会有其实他们还不是讲话他们的那个雷神锤其实就是无预警的就是突然一根就敲下来他第一次是呢冲上160的时候然后突然呢就一根就下来 就讲的央行护盘对不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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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先扁然后就突然就对对对对扁的话他是那个发现这个先跌跌的话是升值哦先升然后再扁跌跌跌跌跌好现在大家都会猜他是不是要这个加息吧对对没有错就先升然后又扁回去对没有错然后呢他先敲下来而且他们的这种干预哦日本央行这个叫干预那像我们台湾也会啦台湾也会啦台湾我们喜欢做最后一盘对对对对对台湾叫做这个柳树里 大家去查柳树里面都会知道以前那时候中间让你摆嘛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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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是故意做这个这个收盘价对不对但是他们不是他们是直接就盘中都直接敲下来他们呢甚至第二次的干预呢更狠他是在凌晨的四点钟四点十二分哦因为那天我有做到我被修理到啦所以我要跟大家讲就是说其实他们的这个干预的意思就是说我呢希望让市场的这些所谓的投机分子对 你呢不要小看我们日本央行我们还是会出手就是有能力来所谓的这个所谓调整市场对没有错没有错我们是会去调控市场的不会让你这个市场的投机分子呢哇一路的看衰我们日元看扁我们日本央行所以呢这是一个他们的一种态度OK那其实在最近的这一次呢就是7月11号 哇这也是几乎是全球的一个 股市也好或是经济的一个翻转点因为就是 美国公布的CPI对那天公布CPI的时候哇是 略于预期就是就是不如预期啊就是通膨开始降了对不对很明显 然后物价已经确定是往下降对就是说通膨感觉是横盘在山之上 那这一次呢又降回山的时候 这个市场就是很讶异所以那天其实呢一开始呢这个美元就大跌对然后呢大家就是我说美联储要要这个对对要降息要降息要降息对对对只要那个国家喔他要降息那那个国家的币值通常也会跌啦会贬值这样的概念那那那一天呢其实日元呢就是美元对日元呢他也是跌跌的话呢是往下往下跌的话叫做升值所以呢日元的时候呢日元 全身美元匹嘛对对对对对没有错没有错OK那但是他两个走势其实是都是往下跌这样的OK那重点喔那天那个日本央行的日元操盘手他们是财政副财政部副部长叫神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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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赛事板面上出这样对对对对我想神田喔那天好厉害他在那CPI公布没多久大概十分钟以内立刻打铁站的再来 干预一次哇那时候整个市场吓到了因为连我都没有想到神田这个老先生因为他七月三十一号他就要卸任了对对对对他就要卸休了代退就不动作了理论上是这样但是我那时候其实喔我在之前的这个有这个会议的时候我判断说神田应该呢会在他的卸任之前应该要保一下自己的名声因为被人家要顾一下啦不要不要被 脸被人家拿在地上摩擦太久了他总是要顾一下而且其实他为什么要先做这件事情我觉得他要保护在七月三十一号日本央行对他们要开会对就这两天嘛对对对就这两天所以说七月中要先动作对所以七月十一号的时候那时候先动作就是说他先把他拉开也就是说他呢就是那时候的日元先升对日元先升一些对 那你到时候老大在开会的时候你知道筹码比较多吗就空间对对假如说我那时候还是日元还是在161或160以上那时候老实讲假如是以日本央行他们的这个呃在决策的时候他们想哇日币已经被贬到这么多那我可能我的加息的力道对我的政策力度应该要更强更强更强可是可是以日本来说他就你有调已经很厉害了如果在调很多那全世界都打乱了 是没有错所以但是日币他们又把他逼到已经就是到悬崖一边了你知道吗到161160其实就是他们的几乎是底线了对然后呢还到161.9去年的底线是150对不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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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如果如果朋友就看去年为什么今年肚子会更强因为去年是150是今年是160所以大家觉得说你日本央行根本市场看不起啦对对对对反正你们也守不住嘛对对对对对对大家都在太热头上动作嘛我觉得这是一个 呃市场给他的一个态度所以我觉得觉得说神田那时候7月11号的那种打铁乘热就是落井下石的这种打法我觉得很高竿的这个真的对于操盘手来讲我觉得真给这个神田副部长一个超级大的大拇指好那重点来讲他拉开了这个呃日本央行他们的决策的时候的一个空间那我觉得这是呃很重要的好 那重点来了其实啊刚刚我们星哥有提到就是说呃最近的全球的股市也好债市也好掀起了一个很巨大的一个波澜对不对OK那这个波澜的部分呢我刚刚我现在在看哦那台股又跌了六百多点哦对对六百多点这个算有拉起来目前还目前还没有破破那个呃这个目前最低点的还没有破低点哦但是呢现在低档可能大家还有在呃有人在对这直接来问 那那这个大家现在在想说大家有点懵的就说哎不是看说好的反弹吗是那就这个反弹市场的资金现在的流向如果说我啦我先讲我的判断就说现在的市场好像对于科技股嗯跟所谓现在的整个市场资金的流动来说科技股涨多的资金流动对好像现在已经开始在流出了是没有错其实哦呃我们刚在跟星哥在呃节目前聊的时候呢就是聊到一个点哦就是在呃 呃上周我们不是放两天台风价吗对哦就是232425这三天其实很重要很重要对为什么呢因为呢日元那时候大升对他往下跌嘛大升值啊你知道他升到哦是5月3号那一天是美国非农数据公布的低点对151.8那他是在151.9然后反弹对这个三天的时间各位你知道猜看他跌多少点非常的恐怖而且没有在 在任何的这种外力的干率之下呢他居然跌了超过五千点对这是这个五千点就应该是说从16多少156直接到150是这样对差不多对吧就说156强升对对对我再跟大家科普要说日元是这样对你就是160到150那叫升值是因为是1美元兑160日元跟1美元兑150日元对所以往下数字变少跟台湾一样啦对跟台股跟台币一样 为什么我们会去观察说在日元的部分它影响到整个全球资金的变动像科技股其实在这一波尤其像NVIDIA啦这些七大巨头哇你长到真的是要无法无天根本就完全没有机会就是看回不回然后一路的这样子强嘎空然后一路的在创历史的新高那老实讲市场真的需要有一个借口 我要下车了老实讲他们财报各方面都很好对总是有一个理由嘛对那我觉得呢其实日元是这一次大家可能比较没有那么注意到他哎知道他升值了但是可能对于整个资金的流动上面呢可能大家没有那么给他太多的关注的员光这个时候我就先提一个人是这个人叫巴菲特是巴菲特等于是空手套白了是他等于是借很便宜的日元对没错大家知道你说我们不要说 都是借日元的巴菲特就是说Poker在日本发债嘛对你债的利息你想想看哦我们不要说绝对数字啊你说相对数字啊你在美国发债券你的利率可能6%7%是你在日元发债不要说零利率至少在1%对不对1%多对也就说哎日本利率本来很低几乎是零美国利率现在是5.5.5到5.5那你去发债的人哎你当然你在日本借钱比较便宜是没错所以同样的套位交易我也会认为说 哎就大部分人很多这样我你不能我去日本借钱借来对换成美元在全世界做投资对对对对没错没错是这样的道理所以呢日元他本来这么低的成本他就是全球融资的中心嘛对就是我借不用钱的这个几乎零成本的日元然后把它换成其他的货币换成美元对其他最简单的就是那种套例就是我借日元出来然后放到美元定准 对然后美元定存对不对那这边可能利息可能不到一啊这边利息可能5.5对不对或5嘛对对这场不会给他5.5而且而且这还算算算双边的对啊还赚美元深日元变然后又赚利息对对利息哎就是利差两个都赚嘛对不对所以呢其实这个呢资金的流动其他美金这种套例的方式已经存在很久做很久了嘛对对对对对对好像16年到现在一路一直做做做做做做我记得那时候可能是不是日币是不是在120左右是不是啊120对对不对120 所以当时如果大家知道你就是哎把日元拿出来然后换成美元然后一路做就是哎一路看多美元是然后又领袭然后又享受会的贬值嘛是没错可是现在这个推格可能对反过来了对反过来了因为他反转了所以我就说其实7月23号24号25号这三天真的是一个在风平浪静的状态之下居然跌了五千点台湾啦全球风平浪静啦其实还没讲话啦对不对台湾台风所以台湾就是等于那两天 我们是干巴巴什么都不能做对对对对对对外外可以做啦就是说除了外汇可以做之外其实台股是刚好修饰嘛对对对完全没办法懂对然后怎么美股还有啦这些衍生品都有啦然后期货啦美股都有对对对对台湾的盘式都没开啦对对对台股的是没有开的所以其实在那时候有观察到一个联动是就是说那三天大家去看那斯拉克他也是大跌的对对那斯拉克费成半导体这些通通都大跌对没有错那资金转到就是道琼对转到传长股去 所以呢就有点避险的效果但是呢科技类股就是这七大巨头零首的科技类股它是涨多很明显的就感觉被抛手了对而且那种抛手的力量是相当相当巨大而且我记得那几天Google啊微软啊公布财报公布好的不一定会涨对可是公布差的就暴跌对没有错比如说福特啦什么公布差就暴跌特斯拉就暴跌啊公布好的就涨完之后还是回倒对那表示说大家这个时候不要再拘泥于 财报对跟这家公司有没有赚钱是这是市场资金筹码的改变是没有就你好了我这样抛啦是不好我更要抛是没有错没有错因为其实财报的部分呢应该都提前反映过对对对你像挥打那个应该已经不知道反映到听说到明年了对一直在反映对吧都是在买未来嘛对不对所以他现在公布的这个财报其实啊其实我是印证的说我当时我看好他我我去追涨他就是我溢价去买他的一个合理性而已就是啊我没有买太贵来应该这样讲 只能这样讲但是可能现在华尔街都认为说估值有点贵是没有错就顶不上去对对对对就是后面追加人不想再当那只白老鼠了吗就大家都开始弃船跑了吗所以我觉得呃我们从资金面的一个角度去看的话我觉得日元这一次是扮演了一个蛮核心的一个角度就是说大家的这种原本的去套利的部位全部基本上在大跌五千点哦没有 没有扛得住的啦对对你高桿开得再小基本上都扛不住也就是说在这样子狂升的过程中对你会被迫要把日元 換成是把他換掉 對對對對對 把美元換成日圓 對對對對對 把美元換成日圓 你要把你原本的套利部位 你一定要把它解掉 對你不解的話 你可能會賠更多 所以他造成我覺得 那三天我只是在觀察說 他變成一種連鎖反應 很多的歐洲交易員 他們就是匯率市場股市 然後兩個都連動了 對沒有錯 匯率像日圓一直升 美元一直變 然後這個美股又一直跌 那這個就是一個連環連動 沒有錯沒有錯 那到甚至在 呃昨天晚上 他公布了 初勤失業究竟人數 也創下一年來的新高 還有另外一個十點鐘 其實是很重要 他通常這個ISM 這個呃製造業的PMI 製造業PMI 對這個採購經紀人指數 他被認為是一種 所謂的領先指標 哇這次呢 是這個遠遠不如預期啊 這是低的非常非常的多 46.5 他預期是這個48.5 所以其實代表呢 50以下就是經濟衰退嘛 對 那他距離50越來越遠了 所以所以昨天那個 辛克剛才在盤前的時候 就聊到說 欸 美股這樣突然斷崖式的爆跌 跳水 而且所有科技股都跳水 對沒有錯 這表示說美國的經濟開始也有一點 有一點所謂的 撐不上去 是的味道 雖然還沒有說快速衰退 可是 這些華爾街們 因為你估值已經過高了 你估值過高 也就本一筆太高的時候 那會開始是怎麼樣 欸一個數據出來就修正 對 所以我覺得齁其實大家在觀察重點就是說齁 包含美元跟日元 甚至於說 美聯儲跟日本BOJ的一個動作齁 都會造成市場的變化 是好 那我們齁接下來的下一段階段就來提齁 那交易方面有什麼要注意的部分 我們休息一下 待會再回來 今天我們要聊聊就是BOJ齁 日本央行跟美聯儲的對決齁 看來這個 這個BOJ齁是這個 現在是略戰上風齁 在我們現場的 是冠軍分析師的金牌獵人 朱均哲 是好 那我想我們第一個階段齁提到的就是說齁 其實 在這個颱風天啊 在這個日本央行齁 其實一直以來現在開始在出手 捍衛自己貨幣的同時齁 我想齁其實 我我我 第二階段我想先問一下齁 就說齁 其實我們最近都有去過日本 你現在對於日本現在的觀察 除了說他們人買不起啊 然後他們的這個金師啊 什麼之外 消費力表作之外呢 還有沒有什麼一個 你有觀察到的一個不一樣的地方 呃其實我覺得 他們對於物價的敏感度其實是非常高的 所以他們去 對於這個日幣的貶值的部分呢 他們呢也是非常非常在意 也是 這是有苦難言啊 那也是希望日本央行他們能夠呃去做一些政策性的動作 對那我覺得這是在日本上面我覺得在觀察上面其實是呃整個的經濟的一個動能是有被啟動的但是 那能不能夠說呢其實一直有一個想法齁其實我一直在想就是說因為過去的一兩年齁可能都是在貶值的狀態下 那靠著這種觀光財對不對 然後跨著這些所謂的跨境企業比如說應該叫跨國企業 對日本的跨國企業在國外在賺錢嘛 對沒錯 因為你賺美元然後就比貶值比較有利嘛 對對沒錯 那你觀察是不是日央這樣的一個扭轉的啟動 對是不是開始要啟動內需了 是啊沒有錯啊 因為他們其實也是希望說把整個的呃日本的經濟能夠hold住嘛 因為 本地嘛對不對本地的GDP要拉起來 對對對對因為他們現在其實在日本的內需 因為大家都不太敢消費 對因為扁的太嚴重了嘛 所以那消費能力降低的時候其實他的經濟本本身是hold不住的 所以他也是希望說去做一個平衡 所以他這一次其實呃升息從0.1到0.25 因為我們在講說正常就是升的印碼 印碼啦 然後呢他呢減債的呢就是從每個月呢購債5.7 對日圓的這個國債呢 那現在變成這樣大概打折嘛大概剩下3兆 其實對對其實這兩個力度喔 是蠻大的耶 是就同時做對不對同時做其實齁 美聯儲還沒有這樣咧對不對 因為我之前呢 一直在觀察就在7月31號之前我們有呃就是觀察日本當地的像日 日經新聞社啊 那他們是一個很權威的一個金融媒體 那他們有很多的當地的日本經濟學家都認為說 這一次不會兩個兩個同時做啦對不對 至少選一幹嘛 通常不會做通常會以日本比較保守你知道嗎 就是也比較謹慎 那這種做法應該是先減債 先減債對不對 10月份再來升息 對就像FED在減債大家也都沒感覺對不對 他沒升還沒升還沒降還沒降 是沒有錯 所以呢其實這兩個動作呢其實都是緊縮嘛 對那他居然在7月31號他就直接做了 所以這一次我覺得呢在整個市場上面他們呃看到了日本央行的態度決心 其實喔我覺得在這就是一個風向球 對沒有錯 其實我覺得我比較喜歡看的就是那個態度 你做了什麼動作 那我比如說我們就是 呃同理心就是說我們 雖然是散戶啦 我們我們我們在怎麼樣跟人家央行講 我們都還是散戶嘛對不對 我們一般交易 對對對對對 散戶我們是散戶的腦袋 但是有主力的散戶的口袋 要有主力的腦袋 我覺得就是我們要換位思考 對這個主力就是說哎我是BOJ我是FED對不對 我接下來政策 對我應該怎麼做包含你說像這個你說包爾也好 你說像這個像日本也好 就基本上呢說老實話啦對於整個央行的動態 或是央行的行長或央行總裁來說 他不是要做這些外匯交易的 他是要穩定市場嗎對 可是呢一旦他的決策做了之後 對他其實很難覆水難收啦 就不會回來了對不對 所以回到這邊就是一樣的道理 對沒有說像你看包爾在禮拜四凌晨的時候 呃這個他不是有就是說沒有升息嗎 對沒有都沒有動作沒有降沒有表情沒有降息 沒有動作但是他已經說可能九月份 我們在討論要不要降息的但他沒有說我一定會降 但是他至少從他的嘴巴講出來的話 其實呢基本上就是要降了對 所以美國公共的殖率就一直跌啊 是沒有錯所以我要跟大家講就是說 其實我們最重要的是像我自己在做交易的時候 我最重要的是看他的一個這個所謂的呃 態度對他的政策裡面的力度那個力度決定就是我們呢 日本央行我要捍衛我的日元那個不要讓他過度的貶值 那我內需也要顧我當然是希望哦外來的經濟 所以第一個就是說這個所謂的齒輪第一個已經開始啟動了 對沒錯而且這樣啟動之後您的看法是認為說接下來的日本央行嗯他一定會就沒有回頭路了 就是開始是沒有錯而且美元也要美國也要降息了嘛對不對 所以他們的美國跟日本的這個利差也會說嘛 所以呢基本上這個是一個趨勢那假如是這個趨勢的話呢代表我們剛剛講的長期以來的這種借日元去做套利的空間 他就越來越小了至少這種預期性變小了實質的利率可能老實講啊 生意馬跟將一馬其實頂多差差差一點點而已但是整個的市場的風效牛他卻還是 或是資金的流向也就是我講個白點就是說那麼過去以來喔為什麼你說美股漲這麼多 估值這麼高很簡單嘛一樣嘛我就借日元把把這些錢我換成美元之後我要壓資產嘛 那我可能就壓到美國科技股一直壓賺的錢對不對我再借再壓再借再壓可是現在reverse囉 我先跟大家講喔其實大家知道現在十年期的公債值率如果是跌破四對不對大概三年九多 日本的十年期公債現在是一了所以你看四減掉一剩下三 過去其實在對大的時候可能是對不對可能是接近五跟這個所謂的0.25對那可能下起來可能大概四點多趴嘛 沒錯沒錯那這個利差一旦縮小了之後整個市場的資金的流動是我講實在一點啊你也沒有錢再說我再去借錢來壓美股來炒底沒有了嗎 現在是反過來了嗎現在大家趕快在市場上拋售是沒有台股我跟著我其實外資在這一波也是一樣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從日圓的日央的這一個動作對我覺得大家可以去推敲對去琢磨欸然後去觀察因為其實在呃禮拜三日本央行十一點公布政策會議紀錄之後然後下午兩點半和天之南就是日本央行行長他開始呢開發布這個記者會嘛其實他在裡面有講我們呢不會把0.5當作 利率上限有就是說他現在是升到0.25 對啦就剛開始升對不對然後沒有CAP了啦對不對蓋子不是蓋在0.5 對他的意思因為為什麼會有這個0.5你知道嗎齁其實這也是日本呢當地的經濟學家他們認為大概今年應該就差不多在0.5到0.75之間這樣子的一個 對對對對對這樣子就頂多了頂了頂了就是所以他們認為說這個日本央行的基本上呢不太會有過度的一個升息的動作 但是核電資產直接跟你講政策宣示之後你不要認為我我沒有0.5的這個概念就是假如需要升我就會繼續升 假如數據需要支持我去升我就會升所以代表大家不要去認為說我只會只有升息一次或升息兩次我搞不好我也升息三次 所以這個整個的講話之後呢大家都會去吹跳說那假如我現在借日元來再去這個換成 我的成本會越來越高對不對 對沒有錯風險會越來越大因為我可能借著做我就賠了對我就賠了會差 而且退差也賠然後利差也賠對不對利差也賠對沒有錯沒有錯所以呢其實這樣子的話就造成了本來是 很寬鬆的資金 你會發現到台股喔 好像也是跟美股一樣 一路該跌不跌就一路從 兩萬二就砰砰砰砰砰到兩萬四千多了對不對 對就覺得那個錢為什麼從哪裡來了對不對 對對對就錢好像 源源不絕的像海浪一樣 只要大跌然後就有人一直大買 大跌就大買這樣子對不對 OK那代表那個是資金非常的寬鬆 很多錢 對沒有錯所以呢其實我覺得呢 這一次的日本央行 有一個點啊在操作上面給大家做一個 好思考 他正常來講喔他是 升了一碼 對OK好升到0.25然後呢 減債兩個同時做他的力度很強勁 對其實那天其實我也在觀察說 整個的呃 外匯市場就是美元對日元的這個商品 畢別裡面呢 他到底怎麼反應 有沒有可能會造成所謂的 砍錯認錯回覆 對或是說利多出現 對對對有不可能是利多出現 或者是砍錯了 生完之後然後換幾扁嘛 再扁一次嘛 結果那一天其實 當天是有一點點對不對 對他只有一點點他只有大概 漲到152而已 沒多少 回憑到152 大概只有到大概只有兩分鐘 一上去 那就沒了 然後下來 和天之南講完話之後 就跌破了150 嗯 你知道昨天跌到148.5了 所以代表他整個的趨勢 現在是整個確定是 對往深的空間走 往深的走就是 每日是往下跌的 就是往深值的空間走 所以呢 各位這邊呢 這個市場的賣動 大家去直接推交 其實 價格 其實K棒 是人做出來的 是 對那這些人呢 其實是 代表比我們資金大 非常多的像投資銀行啊 華爾街啊這些 大型的交易員的 他們所在有的機構 他們的態度 我覺得這個態度已經開始呢 很像了 對 而且這個就是一家兩家三家 是 那整個會一直滾出來 整個方向就會往下跌走 對對對 就是當一家出來的時候 欸 第二家也開始認同 第三家 所以那時候為什麼三天跌了 五千點 其實就是 一兩家開始先這樣做了 欸 啊你為什麼這樣做 為什麼 我一直也不行啊 又打到我的封控的一個 水平了 我可能也要砍 所以變成就是連鎖板 應該叫多殺多嘛 對 比如說以這個 大家就是一路從這個日圓本來一直看扁 現在開始看生了 看生了 現在就看生了 大家就開始看生 所以其實 現在呢 在操作面上面呢 我們先定調一個方向 對 ok好就是說 就日圓升值這條路 我直接幫聽說問 日圓升值這條路 沒回頭路了 理論上是這樣子 或者說日圓升息這條路 我們不要講什麼 升息 升息這條路 正常來講是 沒有問題的 就是他至少還會再升個一次兩次 對 就是半年到一年之內 還有在生死的空間 當然啦 就是說 假如這一次 阿不太可能 我先講問嘛 不可能說生喜歡突然降息吧 頂多不升嘛 對不對 頂多不升 你說馬上降息 我覺得也蠻難的啦 因為經濟要 瞬間的反轉也不太容易 但是呢 我就覺得 這個時候其實就是要觀察一個美聯儲 對 因為美聯儲喔 他假如降息 對 那代表他 包我希望說 經濟轉軟著陸嘛 可是軟著陸意思就是說 我經濟有衰退 但是 欸就是我這個 通膨有降低 但是我經濟沒有 嚴重的衰退 好這叫軟著陸嘛 那 假如是這樣的話 那還勉強 hold得住 那假如hold不住的話 假如真正經濟衰退了 對 經濟下跌的速度就會 比他要降來救赦速度來的快 可能快 這個相對來說 風險就會比較大一些 是沒有錯 那他假如是這樣的話 對 那當然 美國所擴散出去的全球的這個消費力 對 他有可能就會降低 那當然啊到日本 他是不是也有可能就 好 我們就一下 待會再回來聊 這邊呢 我們在這個現場呢 是這個觀音分析師 金牌獵人 朱君哲 朱兄喔 那我們的這個節目呢 同步也在這個YouTube 有做這個所謂的播出 所以歡迎投票 如果說您剛聽到 或說您來不及聽的 也歡迎上這個 我們的news98的這個官網 來做一個世界一把抓 林昌欣的一個搜尋 好那我們剛才提到 整個日本的市場 那整個套利交易的平昌回補 我先講 大家不要聽到這樣 就好像覺得世界末日 不會世界末日 可是我必須提醒大家就是說 在Q3的操作面向 或是整個Q3的市場 他可能是第一季第二季都是大漲的狀況下 Q3可能開始做高漲震盪了 那高漲震盪的過程中 大家不要再用第一季第二季的態度說 等一下有就是買 然後買了就會創新高 然後大家躺著賺 我覺得其實在這邊 要開始慢慢有些風險意識 不然其實是要拉高的部分 好那我們最後一個接下來要跟大家聊聊 這個你如果說看漲日圓 或是說看好日圓 那你到底有怎麼樣的一個投資機會跟方法 那我想這個金牌獵人 我們說明朱信澤豬兄 他也是這個作家 唱小書的作家 那這一本書叫做 滾出千萬會的會差投資法 那今天呢 也謝謝 這個朱信澤豬兄 來到這個現場 就是說有兩本書 要送給聽眾朋友 好那這樣好了 我想這個 天后沒有你自己要來這個 我們電台拿了 但是呢 那我們是這樣 為了公平體見 我們的 我們先講通關密語 是 通關密語 就金牌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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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call in的電話就是 02-8369-3398 8369-3398 只有兩本 兩個名字你打進來說 啊我想要索取書 然後講通關密語金牌獵人 然後呢 那個透露留言跟你說OK了之後 那您就親自來電台取 好吧如果劉雲不來取 不能來取的 不要來不要來這個 不要打進來 好那我想其實在問主動作 對 如果啦 就是說現在看生日圓 我先講 一般的投資人 如果什麼都不懂 那是不是說 哇 我現在齁 直接去銀行買日圓 放著 那這樣也可以賺錢 可以 但是他賺得很慢 至少不會一直扁的嘛 對 因為很多人說窮的只剩下日圓 其實我也有很多日圓 其實擺著呢 其實OK 他其實沒有什麼利息 但是就是說 利差可能賺得很少 但是呢 就是至少有點匯差 那匯差有嗎 比如說 算給算給投資人聽喔 如果說 160到150 對 這樣是不是大概也是加進67% 是啊差不多啊 對不對 是啊是啊是啊 是非常多 非常多 甚至可能還繼續有有這個 升值這個 下看的空間 這個是來講 沒有任何Leverage的狀況下 你就是買進日圓 buy and hold 對 放著 所以我提醒大家喔 如果你手上很多日圓的 因為為什麼 因為在過去的三年 大家很多人就是一疊就買一疊就買 換了很多日圓 換了很多日圓之後 你現在的日圓開始值錢啊 不要亂 不要隨便亂玩啊 是是是沒錯沒錯 對所以我覺得現在真的是剛好 呃整個的要升息嗎 然後他也要升值的一個路上 還剛剛啟動 是對不對 7月31號才剛剛啟動 所以我覺得呢 還可以持續的觀察 是但是至少你持有很多日圓的同學呢 不用太擔心 對 應該是應該要 要覺得欸 我的時間 我的時間已經來了嗎 對對對 還可以再買一些啦 我覺得像我就是可能會自己再買一些 就是來做一些 呃日圓資產的一些 會被配置啦 好啊這個就是1比1的買日圓 比如你在什麼台灣銀行啊 招呼銀行去買買了日圓放著 而且我跟大家講喔 如果說日央一直升息的話 欸也許對於說這些電存利率或什麼利率 他也會一點點啦 對對對一點點 就多少了啦 但是還是以會差為主啦 是沒錯沒錯 那第二個提醒大家就說齁 其實在台灣的市場齁 也有這樣的相關的日圓的ETF 那他就是這個元大的這個00706L 他就是有帶日圓兩倍槓桿 意思就是說 你買進ETF 你是用台幣去買 對齁 但是呢 元大投信 他會把你的部位轉換成日圓期貨 做多日圓期貨 那這一波呢 其實底部在5.7嘛 那現在已經大概在6.6左右 其實漲幅也漲一波了 這個就是說很多投資人 如果說啊 我沒想要太複雜 但是呢 台股大跌的同時 或美股大跌的同時 我想要packing到一些跌升反彈的資產 那像各位知道齁 其實以這種所謂的日圓的這些ETF呢 說老實話 我跟大家報告齁 他也是從大概快20跌下來 就是一路以來齁 從2019 他就發行了嘛 就一直跌跌跌跌跌到現在 5塊多 對已經跌到5塊多了嘛 5塊開始反彈 所以其實我都會去找這種資產 其實他是相對的高低位接齁 所以日圓相關的ETF 其實在台灣也有啦齁 這是稍微就加一點點槓桿 兩倍槓桿的 可是如果是在國內市場 我再強調齁 台灣的齁 台灣的這些所謂的期貨商 還有說我們做的券商 也有提供合法合規的這些所謂的槓桿保證金交易 那這個可能朱兄就比較熟了齁 是啊沒錯 因為在台灣我們有幾家期貨商 他們都有 對都大監的 民元大啊 群力啊開機啊這些 對對對 那他們都有這個外匯保證金的業務 或者槓桿業務這樣子 那大家可以在台灣開戶 記得要在台灣開戶 而且你去金管會查 通通都有 對對對對對 全部是合法的 因為政府才會保障我們的資金安全 就是資金安全還是最重要的 那你們可以去跟他們的營業員啊 或相關的人員去跟他們去索取一些相關的資訊 其實他們有模擬艙啊 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就是說 而且提醒他竟然去總公司 對 有些IB分點他們不太通 總公司啦 總公司的人員其實都蠻厲害 對對對 因為他們的那個 相對業務量都是比較集中 對 那你們可以用他的一些模擬艙 所以裡面也可以做多 比如說我要做多資源的交易 對不對 可以可以可以 他們在台灣給到的大概是30倍槓桿 是是 那我覺得呢30倍槓桿 跟像剛剛ETF是兩倍嘛 OK 我覺得這樣子其實又多一些的這個空間 空間 就是你的資金 那一行可能就是沒有槓桿一倍 對對對 那ETF可能是兩倍 那假設你少槓桿交易上合法合規的 那可能就是20到30倍了 對對對 沒錯沒錯 所以你可以先從這個部分 然後先下 這個開完戶 然後有模擬艙 反正先 模擬艙我覺得他的好處就是你可以先 看看 啊你也可以自己下下看 對反正輸贏都是 了解那個波動 了解玩一下 了解那個遊戲規則 可是我想比較問的就是說 其實很多人都不太懂 這種所謂的 比如說買ETF大家可能懂 對 可是如果說做這種所謂的槓桿倍錄交易 其實風險 他到底會是在哪裡 對 風險會是在哪裡 其實他的風險部分 他一樣嘛 比如說我買了10萬 對 我買了10萬之後 那是不是變成說 所謂的LEVERAGE的意思就是說 我給30倍就變成就是 超過300萬的SAMPRE 對沒有錯 等於你買了300萬的日元 對對對沒有錯沒有錯 那這樣子的時候其實他一樣嘛 就是說 他是用你的保證金 來當作是 就是扣你的錢 就對你的基地 就像我們融資一樣嘛 對不對 你應該要追繳還是要追繳嘛 對不對 但是 融資就2.5倍 對對對 沒錯沒有錯 那他是30倍嘛 所以他的槓桿30倍的時候 在台灣的券商好像是 只要低於保證金的50% 對 他就會幫你做一個 砍 止損啊 對對對 就是強制砍商 所以我覺得他的風險還是相對比較低的 會保護你啦 會保護 會保護 因為期貨是25%嘛 對 25% 有時候一滑降 搞不好還要over rose 對不對 所以他50%我是覺得 他是相對比較保護我們 是 台灣投資者 除非是真的很 誇張的黑天鵝 不然基本上 不會 不會有任何的風險 我覺得基本上都還 還有 有啦 沒有什麼不會有風險的 意思就是說齁 其實 應該是說這種所謂的合法的 起貨商 他會把你的風險 hold住 對對對 因為他就會把那些止损止鈴 基本上都是他們會 他們也要保護他們自己嘛 對不對 所以基本上就是說還是會有風險 但是那個風險的機率 我們算是相當相當低 而且會有風控的一個機制 對 沒有說他們有風控的機制 所以我覺得大家可以去 玩玩看 去申請一下 一看模擬商 然後呢去玩玩看 我覺得 或者是說 我也有一個想法 就是說大家也可以知道他 如果說欸 你現在如果說過去大家都在日本投資 你如果說欸 賺買房地產 就知道日本的房地產 對如果跟著升息 然後接下來升職 升職 甚至於說日本人的內需的消費人力 要拉上來的話 是 那欸日本的房地產 你如果現在買我先講 你現在去買他齁 等於你換到日元去買 你的日元相對便宜了 對 沒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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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樣的話 如果日本接下來 又帶領一波所謂的 他們這些加薪草的話 是 欸日本的房地產 可能也是有一個機會 是 只是說可能漲的 以歷史的數據來看 日本房地產 他漲的通常沒有像台灣 這麼誇張 可以還漲 好就是至少是 會給保值 就保值啦對不對 保值為主啦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 搞不好去日本有地方可以住啊 對不對 不是很多YouTuber 也在那邊自賺 那邊租給人家嗎 是是是 那我想其實早期去的人 投都是賠了會查 對沒錯 因為日本賠了非常多 可是現在的話 我們其實一直 關注有這種說 假設日央是持續的 要往這邊走的話 對 日元的匯率看起來就是 開始已經強勢了 日本的利率強勢的話 對於全球來說 可能是一個資產的一個 本地比的調整 可是對本地 日本本地來說 他可能就是另外一個機會 是沒有錯 所以呢這就是 不同的一個角度 好 都有看到投資機會 對好那今天謝謝 這個金牌獵人 朱均哲出場來到現場 那我們世界一把賞 我是林昌星 我們下個禮拜見囉 拜拜